如果老師您的可能是簡報 或是某一個應用程式 像老師剛剛講電子書 不過講到電子書順便提醒老師一下 因為老師知道 到了今年的年底 Flash 就怎麼樣 挺用的 從明年1月1號開始 我們的瀏覽器 是完全不認識Flash 那很多老師拿到的這個電子書版本基本上就是Flash Player 所以說 我在網路上剛好今天有看到 有一位老師有在提 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 他最近可能微軟12月底前會再一個更新 但是你一更新完了 可能就是你的電子書就會打不開 因為他把Flash移除掉了 因為他認為說那個已經不支援了就會把它移除 所以如果你最近在更新的時候只要留意一下 不然可能電子書會看不到 你要再重裝一次 重裝Flash 他有一個叫Flash Player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那 我們如果是簡報 你可能是一個視窗 一個應用程式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透過我們第9個 簡報第10頁的方式來抓 那也可以透過簡報第11頁的方式 我先問一下老師好了 第11頁的方式就是 我都不管他 就是螢幕上的通通都抓 叫做螢幕顯示器擷取 就比較有點像我們現在的 標準的錄影軟體那樣子 反正 在螢幕上出現什麼 我就錄什麼 對對對 那如果是第10 或我們剛剛第9的 就是我針對特定的 好像我們剛剛在這邊 老師剛剛在看我這邊 分享 Google Meet 我們不是要分享畫面嗎 對不對 是不是要選說 我是哪個應用程式 我是哪一個 瀏覽器的分頁 或是整個螢幕 那 剛剛的 OBS裡面就是一樣的道理 我可以直接挑 我要的視窗 或是哪一個應用程式就好 也可以我整個螢幕上出現的 我通通丟進去 看你怎麼分享 好那我想我先直接用 簡報第11頁的方式好了 就是全都錄的 好吧 我們先試看看 這個叫顯示器擷取 但是呢他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叫做回文現象 因為我把螢幕上的我錄了 這個裡面是不是又有一個 裡面是不是還有一個我 千千萬萬的我這樣 無限回圈 無限回圈 所以呢 我們來看看在OBS裡面 如果我開一個新的 好現在就是空的 那你從下面這邊來選的時候 按加號 這個加號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顯示器擷取 那如果你有雙螢幕 你就可以 自己決定 我要用哪一個螢幕去做輸出 但是我們現在只有一個的話 基本上按下去 如果按確定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千千萬萬的我 這樣會一直下去 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 就是 你確定好了 就可以了 現在呢 我只要按下錄影 右手邊是不是有錄影 錄製 那你只要 這個時候我就回到我的簡報 我想要操作的畫面 或者像這樣我把我的畫面 顯示出來 那 他就全部錄到我們的OBS裡面去了 就比較像我們 剛剛講的標準的簡報軟體這樣子 所以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 你透過這個方式錄的 只是說你要把 我們剛剛開頭的時候不是會錄了一段那些 重複的畫面嗎 對不對 那待會呢我要結束的時候是不是也會有一段這樣的畫面 所以我只要把 我的影片 去頭去尾 是不是就得到我要的影片 這樣你了解意思 所以也可以像這樣 好假設我這樣錄好了 所以我就回到剛剛這邊來 現在是不是又一段了 把按停止 好等他一下下 這裡我先收起來 停止 好OK 現在呢 我就一樣找到剛剛那邊把它重新封裝一下 這裡我就清掉了 已經完成了我把它清掉 這裡多了一段 好 把它 轉成MP4 好的 現在呢我就回到這裡來 有沒有這裡 現在有兩段 一個是MKV 一個是MP4 我們打開 一開始只有這個 但是我們後面是不是要正常的 可是我結束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段這個 對不對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會用另外那一套的 剪接軟體叫 ActivePlanter 我們來幫他 做這一塊的處理 因為呢 OBS 他沒有剪接影片的功能 他只有錄影的功能 跟直播的功能 還有所謂的軟綠幕去備功能 就是沒有剪接 OK 所以我把 OBS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讓老師稍微對 這樣的軟體 有一些概念 我們等一下呢 就進到另外一個軟體去囉 頂張位置 我去看 我們要嘛 我們要來 把它 谢谢观看